男人将调制好的白色药粉到一根细长的主管内 随后将主管的一头用火点招 直至药粉被烤制挥发成烟 一切准备妥当后 将特制好的主管往屋内伸去 随着一缕青烟被吹出 屋内的角色美女就晕倒在了床上 得手后的两人抱起美女就要跑路 却被一位手持长棍的虎将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只见这管家身长八指微风凝凉 颇有几分长山赵子龙的味道 可凤爷也不是好惹的 他随手一指身旁的好汉 可显然杀人魔头还没准备好 管家只是将棍子朝地上一敲 他就被吓得不知所措了 可凤爷又怎么肯甘心空手离去 他猛地从腰间摸出一把解万小刀来 一下横在了柳寒月的身上 并威胁管家赶紧让开 再不让开他就要给肩上这女人一刀子 眼看管家寸步不让 许三金赶忙劝说凤爷 要不然就把这个女人放下算了 咱们也是曹船上见过世面的人 不能干这种卖人的行当啊 已经杀红眼的凤爷可管不了你那么多 对着许三金的手臂重重扎下刀去 许三金发出一声惨叫后便松开了手 管家手里虽有棍子 却投鼠唧唧不敢轻举妄动 好在他瞅准时机 从凤爷手中将昏迷的柳寒月给抢了过来 凤爷情急之下朝着管家的后背猛出一刀 随后快速逃离迷腐 许三金因为给管家帮忙 不但得到了救治 甚至还混了顿饱饭吃 得知昨晚要拐卖的仙女姐姐只是迷腐的女仆 许三金顿时就来劲了 从腰带上取下柳寒月的那双绣花鞋 就打算物归原主 可谁知管家一看是柳姑娘的鞋 瞬间脸都变了 也顾不上自己身上的伤势 抬手从许三金手里抢过那双绣花鞋 用手指轻轻扶着鞋面 脸上还扶起一种幸福的表情 许三金一看就明白了 这管家八成是对柳姑娘有意思 柳管家听了此话后却面无表情 反倒是指使起了许三金 让他去厨房熬点鸡汤 许三金看着管家吃汗的模样 总感觉是有蹊跷 于是刚走出门外几步 便又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上 透着门缝往那瞧 这一瞧可把他看待了眼 小狗 不信任何要跳